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光的干涉的概念 好,那現在這一張的主題來了 這一張呢,我們前面講過這一張叫物理光學 主要,其實它重要的兩個現象 一個就是干涉,一個就是繞涉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先來講干涉的這個現象 好,那光的干涉呢 我們有時候常常也都直接把它叫做雙峽縫干涉 那它最大的差別,它不像水波 我們前面做過水波的干涉,有沒有 水波的干涉怎麼做? 我只要拿兩個點波岩,讓它怎麼樣 同步去碰到水,然後就會產生這個亮暗紋 有沒有像?這個剛剛有弄給你看 剛剛在水波裡面,這是一個動態的 剛剛有給你看到這個動態 所以理論上你可以看到這些 它的亮,你看這個有 它這邊是比較類似那種淺藍色的地方 這是所謂的結線 那這邊呢,動得很劇烈 有藍色跟黃色的這個中間的部分叫做負線 有沒有,那這個水波 或者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可以看到 比較明顯就是有所謂的結線、負線的這個現象 可以嗎? 好,那我們所以這個很快先複習一下前面水波槽的實驗 就在講這件事情,有沒有 怎麼說咧? 好,我們前面水波槽就有做過實驗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結線跟負線,有沒有 好,那 看一下,這個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 好 講的這個水波的實驗,就有提到 好,第一個咧,這種叫銅像 我們也再來區分一下這個細節 什麼叫銅像? 它完全同步 就是它兩個一起到達坡峰 兩個同時到達坡谷 完全同向 好,那另外一種咧,叫做異象 什麼叫異象咧? 異象就很多種,比方說它差了四分之一個周期 我們就把它叫做異象 可以嗎?或者差四分之三個周期 好,那其中呢,異象裡面有個特例 我們通常如果它坡層差,剛好差半個坡長的話 我們都會直接就把它叫做反向 所以這邊也稍微知道一下 好,那這時候咧,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光的干涉的效果 那光的干涉來注意,這邊也要先 先離心一個觀念 我們為什麼要強調雙峽縫 OK,因為咧,我們能不能像 第一個概念,我先說明一下 我們能不能像前面講的 我做兩個點坡遠,然後讓它產生干涉,可不可以 照道理,我是不是拿兩個燈泡 然後讓它干涉就好了,對不對 好,那這個要注意,這個理論上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你要搞清楚,因為兩個燈泡 你能不能拿到真的兩個點光源的燈泡,對不對 不可能 而且你要知道喔 光坡跟水坡不一樣 水坡我隨便拿兩個點 甚至拿兩個手指去點都可以 對不對,為什麼 因為水坡的坡長大概幾公分嘛 OK 可是注意喔 光的話就麻煩了 光的話,坡長大概是多少 幾千i而已 所以你今天拿兩個燈泡去照的話 他們這兩個 第一個,兩個獨立的光源 它不可能銅掉 這樣可以嗎? 它的那個相位是亂的 所以這時候就有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所以楊格他那時候怎麼做出 你會說這個 好像沒什麼了不起嘛 對不對 楊格他的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 他想到的idea就怎麼樣 我今天用同樣一個光源 然後讓他經過怎麼樣 經過兩個瞎縫 這樣可以嗎? 然後最後讓他產生這個 產生這個干涉條文 可以嗎? 那這邊我要提 我這邊要再說明一個細節 就是說 早期 因為你要知道 很多人都會對這個光瓶A 覺得有點困擾 為什麼? 你們現在在做這個實驗多方便 知道嗎? 我們都拿一支雷射 然後一個霞縫一射過去 怎麼樣? 就看到亮暗文了 那為什麼還要多一個前面這個光瓶A 知道嗎?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早期在做這個實驗都是用什麼 像我念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雷射 我們學校有 但是 不是拿來放在那邊 那個 這樣擺飾品 我們那時候做的實驗是真的拿那種 拿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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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光燈 去 我記得那時候拿納光燈 還是拿那個 拿那種光源 燈泡去看 然後咧? 那時候的實驗怎麼做 知道嗎? 是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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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後干涉條人成像這樣 因為它太暗了 你不要想像說它能夠成像在牆上 它是 它是成像在眼睛 眼睛上 你是用眼睛去看 然後眼睛呢 你對著一把尺 然後去 去讀那個 那個亮暗文的寬度 那個還蠻有趣的 所以 以前 因為以前它不是雷射光 因為雷射光的性質太好了 雷射光它可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是 它就是那個 那個同調光 而且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同調性非常非常好 這個知道一下 好 那注意喔 那它今天咧 我就可以在螢幕上看到這些所謂的亮暗文 那這邊我們就 這個圖就很重要 你看喔 這個我們就是一個示意圖 就是說 我們在真正在做實驗的時候咧 不像水波草一樣 水波草是一個平面 我可以看到很多亮暗文 對不對 可是你真的做實驗的時候咧 你會發現怎麼樣 我們空間中 你今天雷射光打下去 空間中能不能看到亮暗文 能不能 看不到 所以它要怎麼樣 它要在屏幕上 所以這邊有個示意圖 就說你看喔 像這個就是我們前面做實驗的所謂的 複線 有沒有 這些都是複線 有沒有 那複線咧 它今天最後怎麼樣 它的複線咧 最後讓它投影在這個牆上的時候咧 你就看到什麼 你就看到亮文 有沒有 一樣的道理 我們前面做過的還有一個是什麼 結線 有沒有 結線就怎麼樣 結線就大約在這裡 負線的中間就結線 那結線咧 你對應過來 你在牆上就看到什麼 就看到什麼 暗文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最後 在這邊我要跟你提醒 就是我們稍後要做一個 所謂的 公式的推導 那這個公式推導 我先跟你說明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的 光的雙峽縫干涉 它跟水波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我們今天水波在做實驗的時候咧 兩個坡圓的距離 大概是幾個坡長而已 有沒有像 大概你頂多十幾個坡長就算多了 可是你要知道喔 我們的雙峽縫實驗的話 那兩條霞峰通常大約 大約0.1公里好了 那它是坡長的幾倍 坡長一般是幾千哀 所以 0.1公里是幾千哀的幾倍 大概幾千倍 這樣可以嗎 幾千倍到幾萬倍 所以 你要知道 做那個實驗出來 它那時候你真的要想像成 它有結線負線的話 那兩個霞峰中間有多少條結線負線 就有幾千條 甚至幾萬條 這樣可以嗎 所以理論上 我們要看的話也看不到 對不對 所以最後咧 我們通常是要打到很遠 因為它太密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距離要拉遠 它才能看到有一些亮暗紋 太近的話它太密了 就看不到 這要知道一下 問題 那這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關鍵 這時候咧 我們要來了解這個概念 就是它會有所謂的坡層差的概念 看一下 好 那就以這個圖來看 所以現在重點就來 我們最後咧 在這邊會看到所有的亮暗紋 OK 好 那這時候咧 原因是什麼 來注意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去 去計算它的坡層差 這樣可以嗎 那什麼叫坡層差 這個我們之前也提過 什麼意思咧 我就從坡圓到哪邊 坡圓咧 到這一點的距離 我們這通常就叫坡層 這樣可以嗎 那什麼叫坡層差 注意喔 坡層差的意義就是怎麼樣 理論上你應該是用圓規 把它畫過來 然後怎麼樣 這兩段一樣長 再把它剪掉 有沒有 然後這時候這一段咧 我們叫做 我們通常也把它叫delta x 這一段 那這段咧 就叫坡層差 就是兩個坡圓到達那一個點的距離差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印象 那我們再回歸到前面水坡層 其實就講過嘛 有沒有 我們的坡層差 如果等於多少 如果等於坡層的整數倍的話 這叫什麼 以前就叫做負線 有沒有 那線就叫什麼 量微 這樣可以嗎 那它如果咧 是半坡層的基數倍 我們通常有時候 會講半坡層的基數倍 或者直接寫m-1-2 去爛打 那這邊你看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暗穩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於說 這個圖 有些人會覺得 不太能夠體會 就是說 因為你要想像一下 這個圖事實上是示意圖 你要搞清楚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 通常這個滴雷是多少 0點 0點幾公里 這樣可以嗎 那通常這個R是多少 通常我們會做 差不多兩三公尺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要想像這個圖是一個示意圖 理論上你照真的畫的話 那個R是遠大於這段距離 我真正的R是很大的 而且真正的D怎麼樣 非常非常小 所以理論上這兩條光 這兩條光層的距離很接近很接近 但是相減之後 它還是比那個光波的波長要大上好多好多倍 這樣可以體驗嗎 這要搞清楚 好 那所以現在觀音出來 這時候就有一個 蠻有趣的關係 什麼關係知道嗎 你看喔 這時候我們來看這兩個三角形 現在有趣 第一個 你看一下這個 這兩個斜縫這個三角形 那跟什麼 跟這一個 跟這個大三角形 你們發現這邊有一個 一個有趣的關係 這兩個seed怎麼樣 這兩個seed可以視為一樣 可以嗎 當然這樣子竟是有點粗糙 等一下我會再補充 聯考考過一次 你可以真的用 用那個 詳細的計算去代數把它算出來 你就是 反正就是那個 R平方加D平方開根號 然後去算它距離差 然後去真的用代數算 也OK 那我們這邊先用幾何的方式證明給你看 好怎麼說咧 這時候咧 就有一個有趣的關係 因為角度咧很小 來注意看這裡 所以我們有一個技巧 我們的sine theta會趨近於什麼 趨近於tangent theta 我們才會用這一招 有沒有 那sine theta的話咧 左邊就得到 第一分之delta x 可以嗎 那就會趨近於什麼 我就寫等於 趨近於tangent是r分之y 可以嗎 好那我就可以得到這個關係 有沒有 那這個y咧 通常就是我們要算的 量文或暗文的位置 就得到 就得到等於 等於d分之r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重點就來了 我最後咧 我再把這一個 這個關係咧 量文的這個關係 把它怎麼樣 丟進來 所以我的公式就推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結果我們可以推到 我另外寫好 所以最後可以得到 量文的公式 等於 就等於d分之n倍的r 浪檔 可以嗎 有沒有 這就是量文 然後呢 暗文公式呢 就得到 d分之怎麼樣 m-2分之1倍的怎麼樣 r浪檔 可以嗎 這是暗文的公式 可以嗎 有沒有理 那這公式很好用喔 等一下 算題目直接帶進去 就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問題 這樣可以嗎 好